我一美的一大回答一些臭宝们的仰望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你看我这个活着了还是嘎了呀 这个颜色都好几年了 这个球就这样 你埋的稍微有点浅 可以再稍微再付高一点点的土 就加纯颗粒嘛 加你那个漏涨土再加高一点 球本来就这样 玩球的我跟你说 你们可以去 你们闲在门似的 可以搜索一下球根 快径类的植物 去搜索一下 好吧 两位树的球啊 三位树的球 四位树的球 五位树的球 六位树的球 七位树的 有七位的吗 七位的很少 六位树的都有 反正就长得慢 七七五外的 外省不来那个美 你们可以研究 但是玩球的是真狠 你知道一阳台球多少钱吗 就这种快径类的球呢 就一阳台 小阳台 两平米 一辆五系 下个组宝说 你好 这个叶子是什么原因 这是红蜘蛛 我的宝 红蜘蛛快吸干了 我的天哪宝贝 你看看叶子背面 脏兮兮的应该 修剪 葱 打药 吃肥 下个组宝说 林仪的后期怎么养护 他说这个叫紫悬月 这个是晒伤啊 臭宝 你话说这个怎么还能晒伤呢 这不很正常吗 这个东西 别老是喷水啊 其实多肉这个东西呢 他都喜欢春秋天 喜欢长制造 制造要长 但是不要强 要稍微冷凉一点 好吧 这个就是有点缺肥的感觉 你可以用点液肥 就是你比方说用 后边的水龙肥 对水浇一浇的这些个 你还说 他说的这个千叉的这个菊花苗 菊花苗 这个季节就放外边 你赶到这个五度 就是三度吧 三五度的时候 就拿到室内来就行了 没事 后期怎么养护 千叉的还得 就养着玩 最好是你买那种成品 好多的菊花花 我们都养一年 就基本上活不过冬天 活过冬天也熬不过夏天 别说第二年开花了 基本上我说的 下个组 我说看看这个金银花 它长在了 金银花你用点肥料吧 稍微再用点肥料就好了 金银花冬天还会落叶 上面的嫩汁冻死不要紧 第二年还能再长出来 只要这个盆 在室外的话 不低于零下五度 它就动不死 它就这么批事 这个没事 下个组宝说 有牙不长用叶狼吗 你这个嵌插的这个要嗝了 有牙不长 我好像我 我直播的时候还说过 你拿个蜜月冰层的杯子去嵌插 这个小苗子没什么大戏 把它那个两个老叶子 剪了让它长新叶 新叶如果说长出来 再去用肥料 不干的话就别浇水了 这个它说的老花一 我在砖缝里边看到 一个很治愈的小草 让人给耗了 看看死了吗 还能救活吗 这个一般耗了就很难活了 你要是想让它活也行 你就把它的所有的这种叶子 剪掉 只留两个叶子 其他的全部剪掉 还或许能救 好吧 好了 别的没啥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轻较没点 视频要内容 我是老花一 展望俱乐 白了